我们知道 大国海军基本上都是以围绕航母和核潜艇而展开发展的 一个是水上超强战舰 一个是水下超强战舰 在核潜艇这一块 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但是在航母这一块 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至少在半个世纪以上 我们知道美国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 其中还包括一艘排水量11万吨级别的福特级航母 这是一艘迄今为止最先进的航母 因此想要追赶上这样的水平航母 不是一时半会的功夫 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绝不能干等着 没有与之相抗衡的盾 那么我们可以造锋利的矛 以矛刻盾 因此如何应对这些海上的庞然大物 成了我国科研工作者们的必修课题 尽管我们已经有核潜艇作为反航母利器 但这还远远不够 因为美国有11艘航母 每艘航母至少可以应对4艘水下核潜艇 而我国目前并没有这么多核潜艇 况且 当一的进攻点势必会被找到反制措施 况且一旦航母进行大规模进攻的话 必须要将其控制到区域范围外 也就是说 必须要将它进入到安全水域前就将其击垮 所以 必须要研制一款能够在千里之外 就对航母造成致命打击的武器 科研工作者经过商却认为用导弹最合适不过了 但是普通导弹很难对航母造成损伤 所以 有专家提出 研制一种能够穿透航母甲板的反舰导弹 或许能达到预期效果 于是东风21D反舰导弹便就此产生 这是我国第一款反舰导弹 这是一款陆基导弹 这是一款由卫星协助定位打击的高威力反舰弹导弹 装在超音速弹头 并且担忧有破甲装置 所以 即便是高速移动中的航母也很难躲避其打击 那么 东风21D反舰导弹到底有多厉害呢 十年前 美国就通过卫星采集情报 确认了中国这一导弹的存在 并且也通过卫星拍摄到该导弹 击沉远望4号大型测量船 而确定该导弹具备击沉大型舰船的实力 美智库在对这款导弹进行分析完毕之后 认为这样的武器已经破坏了西方的自由航行规则 强烈建议联合国禁止这一武器 美军事专家称 该导弹能够从甲板上直接穿透到航母核心部位 被一枚东风21D击中的航母 或将失去作战能力 如果再被击中一枚 或将只能沉入海底了 因此 东风21D被西方称之为是航母杀手 据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东风21D可以将飞几方的大型舰艇阻拦在1500公里之外 自打有了这款武器以后 美航母就算有纳贼心也没纳贼胆了 然而 就在西方因为东风21D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就在美航母因东风21D后退百里的时候 就在东风21D刚形成巨大战斗机的时候 却传来了一个让全国陷入哀痛的消息 东风21D主要设计成员 中国著名导弹武器专家黄鹤云英并去世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他是中国导弹界的一位巨匠 是研制中国反航母武器的先锋 他的离去 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上个世纪90年代末 黄鹤云抱着一颗爆笑祖国的世子之心 报名参军 后在部队专心学习导弹方面的知识 常年和导弹打交道的他 早已与导弹结下深厚的感情 他常年往返于实验室和导弹基地之间 这期间他参与过多款导弹的研究及试者工作 而东风21D是他较为突出的射击之一 他为中国的导弹事业做出了卓越的共 然而就在2012年 正在执行导弹试验任务的黄鹤云 在导弹基地突发脑溢血 尽管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但是还是没能留住这位科学巨匠 因抢救无效事事 年仅43岁 43岁正是一个男人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光 而他却把他最宝贵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 献给了祖国的导弹事业 他的离职让国人陷入无尽的哀痛 他的功勋 祖国和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是计划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